首先我覺得在防疫過程中信任很重要 對於指揮中心對指揮體系的信任這件事情很重要 當然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戰 但是我覺得最近除了好心肝診所這件事以外 包括今天也傳出新竹空軍醫院也傳出來 市長有掌握到這件事情嗎? 新竹這樣我還不清楚 聽說也是替親人打施打 我現在擔心也是這樣 就是說這一套的這個制度必須去國人大量來準手 不管是我們減少移動戴口罩 不管是我們的行手很多的措施都在進行當中 那如果在信任感不斷的失去的時候 其實這是防疫上的一大危機 那我要講的是其實在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其實有訂定中央制定這些標準跟輔導跟指揮 但地方政府要去執行 然後相關的醫療診所要來配合來辦理 但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照理說是一到三類 一到三類都還沒有打完 一到三類 但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 好心肝子這個部分 我原先的定例 它在你的醫事人員裡面的 除了醫院 除了這個 你的集中醫療所之外 其實就是診所 它大概就歸在診所 依你的辦法裡面 診所裡面其實就只有 每一個診所行政員就只有兩名 可以來打而已 前夜 兩名可以來打而已 結果 下一夜 結果你 結果你兩名可以打而已 結果他打了多少 他 幾乎 你在 我們來看下一夜 他的那個 基金會裡面 他的聲明裡面有提到了 他連他的 經常性的志工六百多名 包括連他的志工家屬 包括基金進出的工作夥伴 包括專業顧問的好夥伴 多納進去裡面 我問一下次長 這個有沒有違反了相關的規定 我們現在的規定 最寬鬆的 我們有不同的階段 最寬鬆的也指到 診所 就是醫療機構的員工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你的辦法寫得非常清楚 診所的行政員 都只有兩名而已 那醫院才 大型醫院還有比較多寬鬆的空間 診所 我在怎麼看 好心肝頂多就到診所 絕不稱不上叫醫院的等級 工作員工我們有 後來有放寬 有放寬員工 可是這邊寫的 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是不會包含在這裡面 自方 也不會包含在裡面 我歷史講是說 如果 那 你以這樣的違反相關規定之後 結果台北市政府開罰200萬 現在看來新竹市政府 也要對這個空氣院 也要對這個空氣院 也要對空氣院開罰也是200萬 但是開罰還開罰到醫院 像這個空氣院的院長 這樣的行為的話 反而是罰到醫院 還不是罰到院長本人 我的意思是說 以這樣的制度面的處理 原先大家是在信任 這樣的一個關係上面去做處理 那如果遲遲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案的話 衛福部有辦法杜絕後面這樣的事情 不斷在發生 我想這個空氣院如果 真的查明有這樣的事實 那麼不是只有罰款 我相信我們的 他的主管機關 國防部也會有相關的 國防部聽說是把他給撤關了 但我要講的是不應該只是這樣 我說在司法規司法的處理 司法上單檢料啟動 要去調查這些偷打 有沒有違反相關的一些規定 包括甚至於 因為這是國家的資產 防疫形同作戰 這些重要的戰略物資 這不能夠輕易的 那我講的是行政上的責任的部分 在現有的法規裡面 我認為其實並沒有很 很完整而清楚的一個規範 如果我們認為防疫是一個作戰的話 我們現在這一塊我認為還有一些 應該要再做強化的空間 我希望衛福部回去 整體做一些思考 好嗎 好 我希望這樣事情 不要在後面不斷來發生 因為未來還有更多的這樣的狀況 那要讓國人有一個信任感 國人有一個秩序的建立起來 好吧 我認為這些指揮中心必須要 後續上的一個挑戰 必須要加速來進行 好 接下來我是不是請一下 那個交通部王部長好嗎 雄王部長 部長 這個交通的部分其實很重要 我看這次編列了223.97億 那其中裡面包括 從航空業到客運業到海運業都有提到 但是從去年到今年都很嚴重的 就是捷運 我們講的是民間的捷運 高雄捷運是民間的 關谷大概只占2.30左右而已 是一個民間的 但是他從去年其實虧損就4.3億 今年更慘 今年因為三級警戒之後 他的運量下滑95% 我們希望大家減少外出減少移動 所以當然 這個捷運的量會大幅降 但是我們減少了以後 一現況 他已經虧損到了7.5億 合計從去年到今年12.93億 他的資本額27.86億 虧損了將近一半 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不出手去協助他們的話 其實高雄捷運是有危險的 那他每個月的現金缺口大概8千萬 必須要跟銀行借貸來做處理 那我要看到的是 我看到交通部的書館法規裡面 把汽車運輸業 把這個汽車租賃業 把這是鐵路運輸業 甚至於國營鐵路的一些經營車站等等都納進來 那為什麼獨獨漏掉了民間的大眾運輸業 請問部長有沒有機會把他給納進來 我跟大臣報告 就是說過去的捷運都是 我們都把它當作地方自治的事項 這意思是說 我們過去在交通部是 針對他興建期間 給予這個建設方面的補貼 然後營運部分就是給直下私事政府來辦 部長 他有差別 因為其他的從北捷到桃園的到中部的 全部都是由政府的 那當然也許你有不同的思考 但是我要講的是 高雄捷運 它是一個民營的捷運公司 它關股只佔了兩成多而已 那這樣狀況下的時候 你讓一個民間的民營公司的時候 在這樣一個重大的 你海運 陸運 空運 你全部都有給予支持的 那你卻沒有 經費怎麼來處理 那可以再來談 但是你至少要納入到你的適用辦法 你的歷事的辦法裡面 你都把這個納入進來了 包括各種的納進來 你獨獨的不把民營的捷運納進來 我認為這個其實捷運在高雄 在台灣都是一個重大的交通 交通的 它對生活的影響 對整個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我希望部長研議一下 一個禮拜內慎重的思考一下 至少把它給納入到你這個 那至於怎麼來協助他們度過這個難關 可以再來想辦法 但是如果你連把它認定 都沒有把它認定進來的話 這個真的是很辛苦 高雄這個民間捷運公司是很辛苦的 我看能不能用其他方式 就是說的確 剛才除了這個地方自治以外 它又是一個VOT的合約 所以它應該有一個平准機制 在高雄市政府跟它之間 部長一個禮拜的時間回去研議一下 怎麼來協助 OK 好不好 兩年的時間 這次現在又三級警戒 減少移動 運量減5%而已 你不紓困它的話 它已經賠掉了半個資本了 好 我們來想一下 好不好 我希望一個禮拜內找出一個解決方案 來協助民間的高雄捷運公司 好嗎 好 我們來研議一下 好 再來 好 謝謝部長 我是不是請教一下 勞動部我們的許部長 請許部長 我直接先說了 這個其實跟今天大家提到 就勞工紓困貸款這件事情 其實也還是有蠻多的市民跟我反應 就是說這個是個貸款 它不是直接政府給你錢 那坦白講 如果貸款還是要還的 而且還是有利息的 沒有必要 其實沒有人會特別借 那因為我們現在 這次訂定的 我們把那個額度定了50萬以下 那我有兩個點 一個是我希望能夠評估一下 109年 去年108年 109年 兩年其實狀況不一樣 那我希望有一天彈性出來 讓它兩個基準都可以去參考 看哪個對它是有利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我建議 因為分兩階段 因為去年其實就已經達到了100萬 來紓困那個 那你50萬以下的話 其實對於很多人這個紓困上面還是有它的需要啦 那與其你分兩階段 到了下一個階段還是要開放 你何必被罵這段時間 不如我建議就直接往上調啦 其實調到 我還是要講到這個不是直接把錢給老百姓 這只是借貸 而且要繳要還 而且要繳利息的 那我希望在只有困難的人 遇到困難的人才需要去借這個錢啦 沒有沒有遇到的話當然何必借呢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一塊做適度的放寬 那給這些真正遇到困難需要貸款的人給他一些援助 部長要不要回應一下這兩點 那個八委員 第一個齁就是108跟109 的一個認定標準 我們會就是採其一啦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要再提高名額的部分 我會跟我們行政院跨部位平台 再來反應委員的意見 希望大家就這個部分在做滾動的檢討 好 謝謝部長 我也希望各部都一樣 今年這次遇到的狀況是三級的 它的影響層面更廣 那我希望在這一次 如果後續上也會到位的部分的話 就一併評估進來了 不要讓人民中間再罵了一次之後 才又做了一次調整 我覺得這個 那如果後續還有一些可以空間的話 我也希望盡快來提出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主義 謝謝 謝謝來臨委員 接著我們請周春敏委員質詢 有趣的是 谢谢大家